作词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剩下的都黑了 你再做一个 没了 一会儿 你去那姐家啊 走 你干嘛去啊 我换身衣服去你姐那儿啊 你跟我一块儿去啊 一块儿去还妈 我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失误 迟早是一骂 而且不是那个一骂就能好的人 他是越骂越生气 所以你去了他只能是活上交友 就我一个人去了 他想骂就什么就随便骂了 我儿子弟弟他能骂成什么样啊 骂完了气就消了 气消了之后你再去 然后这个事情就好解决了 那不行 那我更不能让你去了 我去 你不玩 你怎么跟你白说了呢 我不可能让你一个人去 那如果咱们俩去了 你想他肯定开口就骂 开口就骂的话呢 我怎么办 三种情况 我不表态 你们俩都不高兴 我表态我站在你这边 那我姐疯了 我表态我站在我姐那边 你能挠了我女儿 能啊 如果我跟你说也对 那你 你一个人去 你注意安全好 够了 好 我过去 那火 那火是不是太大了 不大 一八 十六 十八 这炸的鱼子 嘴里还捞了什么呀 我这念的昨天那号 中奖号 一个二 一个三 就把我给毁了 二是 第三位是 二那个就是大奖 照你这么一说每次开奖 那得有多少人后悔呀 我本来呀 在家准备的是二 结果到那儿 他们一跟我打仗 一跟我聊天 我给写成三了 一登奖 没了 你买这个也就是图一个乐 还想都中奖啊 那话怎么说的 不想当元帅的士兵 他不是好士兵 不想中奖的采民 他不是好采民 不是 伯伯 你这个这个这个 吉祥数字是多少啊 四 十四 十四 四十四 我知道 学和你的职业有关 有着密切的关系 就这样啊 我下回 就用这个四 你谁呀 您好 我是来送牛奶的 我们这儿没人订牛奶 您这是大熊玉金箱二号楼二零二对吧 那就没错了 昨天有一位叫宋美玉的女 女士 打电话订购的 配货地址由草场七条转到了这里 那昨天晚上打电话 今天早上你们就送单了 怎么这么快 这是我们光明的随行订服务 每天早上七点钟必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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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来 姐哥 啥事啊 你姐这次真的生气了 这是我的事 嗯 这两天连唠叨我的劲都没了 我心里很担心 所以才把你叫过来 我跟她说就好了 待会儿你进去的时候 不管她发多大的脾气 你都要冷静 我知道 绝不会醉 进来吧 如果你无法看出 你不等 你不要看破坂 你就是我的事 但是你能处理多点 我正在这段时间 把我推定 你一定会想到你 对 你没机会 你识重点 是 等一下 姐 你别叫我姐 那我叫什么呀 我当不了你这种人的姐 你不还是我姐吗 就因为你这声姐 大学都考上了 我都没敢上 为什么 因为我得挣钱 我得养活你 别妈死得早 就剩咱姐弟俩 我对爹妈在天之灵 我发过誓 我要把你抚养成人 我要对得起他们 我要过去给他们 有个好交代 我就想给他们 有个好交代 我怕你受委屈 我怕我对不起你 你说要去学美术 行 我给你攒钱 给你攒学费 我让你去学美术 别人让我跪下 我就跪下 别人让我磕头 我给别人刷瓶子 做兼职 因为我拿了钱 就能给我弟弟买画笔 买颜料 一分钱 一毛钱一块钱 我拿了都想着 给弟弟买鸡蛋 我自己吃钢烟菜 我无所谓 为什么 就因为你 你是我弟弟 我亲弟弟 你考上大学了 要到北京来 我辞职 我跟你一起过来 为什么 就是为了 用离你近的照顾 好了 大学毕业了 终于松了口气 结果你是 三天要辞职 五天被劝退 处处跟人使性子 到处跟人处不好 就为了给你找个工作 我给老孔 免费打了半年的广告 这才让你进了他公司 好了 进了公司 我想这下好了 可你又跟纳阳 纳阳那点事我都知道 他走的时候 我去找他 我是去求他 我去求那那羊 我求那羊 我跟灯说 我弟弟 我弟弟将来肯定有大出息 我弟弟一定能有大出息的 你怎么那么不懂事 你怎么就长不大呀 你怎么就长不大呀 你就不能像个男人那样 担当期待责任吗你 别跟我说对不起 你别 你别跟我说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 我最怕你 我怎么记得好像没过桥吧 他说 我怎么记得好像没过桥吧 那是多少号了 我等 等一会儿 小葱 我们现在已经进院了 你是哪个楼啊 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小桥的 北边 北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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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好嘞 哎 帮我拿一下 没事 有点事儿了 等会儿稍等下 哎呦呦 哎呀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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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行了行了 来来来来 这待会儿你就知道 看你这人真是的 这蛋蛋蛋 怎么才能小葱 这往志儿吗 行 激重 要要要要 我站哪个门啊 好这下 哎呀 来来来来 ainsainsainsa 嗨来吧 扯开い 戴门啊 行 不好找吧 还是行 那 bien 你打了电话了 administhalt 我换钱吧 啊 哎那妈的车呀 哎呀 都是你赵硕 昨天晚上就开始给你炖的牛肉 还有炸的黄花鱼 还有你爱吃的海带丝鱿鱼丝 赵硕 你说你早一点教宋美玉 宋美玉早一点教我 今天不至于你还要亲自下厨 都把你们教会了 我不是早就失业了吗 平时不是上班忙吗 没工夫 这都是现成的 拿出来就吃啊 怎么样 是不是 好吃吧 你赶快把你那眼镜摘了吧 别装了 那梧桐有不戴 那你摘眼镜干嘛呀 这不是显得特别有文化 我走去 厕所在哪儿啊 那边 那边 这嘴唧你这还吃上了 那梧桐上哪儿了 这还姐那儿了 她怎么不带你一块儿去呀 不是你们要来吗 知道我们要来还上她姐那儿去 妈 你到底要怎样 我能怎样 我还不是为你好啊 她把这东西都给冰箱里了 嗯 归着齐了 你 你 你住哪屋啊 嗯 你们俩就睡这么小的床啊 明天妈给你买个大的 不用不用 大的放不下 正是梧桐画的吧 嘴唧 就是这个三号吗 那画就是干吗 你没错 刃是吗 老板 这画的是你吗 这是我吗 你看这小脊梁姑 画得肉糊糊的 多像你啊 我是短头发 人家这个是长头发 你傻呀 这就是他想象中 你留长头发的样 我告诉你 这男人呢 都喜欢长头发 喜欢那温柔的 你以后啊 别一天到晚 傻爷们儿似的啊 你把鸡毛蛋子收起来 我就不傻爷们儿了 你妈就靠着鸡毛蛋子 打天下呢 你看我这画的 把小葱画得太像了 小葱留长头发就这样 小葱留过长头发 别打岔 妈 他跟我好过以后 我就没见他画过画 就是他跟你结回米情 暗恋你的时候画的 他要是不喜欢你 他能画出这么好的画吧 这男人心里边有他都不说 我都看出来了 你 你 画上 要珍惜人家的心血 我知道你不想听 但是我还在说对不起 因为我听见你说你累了 我心里特别疼 你有自己的公司 你要照顾姐夫 躺躺 还要照顾我 你都没有时间搭理你自己 我常想 如果没有我 你会不会过得好一点 你管我吃 管我喝 管我穿 管我 工作 可是你们都没有告诉我 什么是爱情 我活了快三十年了 我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我到什么时候爱情 罗小聪 我们俩过去不认识 也谈不上朋友 就是因为我们 都遇上了同样的倒霉事 我们把头碰在一起的时候 就觉得 心里都暖和 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知道 发生了一些状况 就是 我喜欢的东西 别人都不认可 我做的事情 别人也不喜欢 我也不知道我为谁而活着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 我每天走在街上 我头永远都是低着的 但是我和罗小聪 不熟的时候 他就帮我 他借我钱 他要帮我卖书 就觉得我跟他在一块儿 有自信了 又有自尊了 当然我知道 我知道爱情不可能建立在一个报恩的前提和基础上 但是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情 我忽然特别喜欢看他的眼睛 我怀念他的身影 我每天都想跟他在一起 我每天都想看见他 我看不见他 我就难受 我就想打电话 我都发短信 但是我每天打开电话 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该写些什么 每次短信我打开了 我写一条 删一条 写一条 删一条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爱情 我不知道你跟我姐夫每天吵架算不算爱情 你说这个东西它来了 那我怎么办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从 你从原则上 从道理上 我们都应该把婚离了 他一直在帮我离婚 离不成的赖谁啊 我不知道你是要让我 娶一个你认可的人 还是娶一个我自己真正爱的人 我把她素质都可以 阿约 我这就别人 你要不要唱 我这歌 她还将写传录 我这歌 你终于学习 你说我累了 我 我这歌 你终于学习 你累了就停一下嘛 我怎么办 你怎么办 真的吗 你怎么办 心灵气和地聊一次 你就会发现她特别傻 因为她特别单纯 特别善良 特别可爱 我跟她在一起特别特别快乐 这画一挂上 这满屋子都亮灯了 旁壁生辉这一块 小聪 你可得知识啊 你看吴童能把你画成这样 一片真心 真是的 我告诉你这可值钱啊 比房子和车都重要 值得保马 保马 以后你们俩要是吵架啊 毁什么都行 这幅画你可不能给毁了 听不见 当代徐悲伏啊这点 你干嘛 慢点慢点 挺好 那叫走吧走吧走吧 小松那我们走了啊 妈 赵叔你们来了 你回来了 你们是不是来的 我们都要走了 吴童 你上你姐那儿干嘛去了 这个 是我姐给你的 让你收好 给我的 多少钱啊 你查查不就知道了吗 密码是我生日 你姐不收我气了 早就不收了 我赶快收好了 你看人家姐对你多好啊 以后你们两个人过日子 你就得把家庭中担挑起来 不管是经济上的 工作上的 还有生活上的 以后 不管碰到什么事 都别去麻烦人家她姐 拿不了主意的 你跟妈说 别自己瞎做主张 吴童 她要是想欺负你啊 你就告诉我 没有没有 到时候我拿鸡毛胆子 臭她 不是说鸡毛胆子 瘦进来了吗 行 对了 你能走 吴童 我看到你给小松 画的那幅画啊 真棒 给她画得太漂亮了 哪幅画 就那光榜子的那个呀 半裸那张 那张 对 这 还撞呢 你的心思妈懂 这 你怎么又把眼镜戴着啊 装了什么 这 你说那么好的话 你干嘛要藏在门后边啊 挂了那么多的图 她得被我给发现了 挂着墙上了 她整个就是蓬毕生辉啊 生辉 生辉 妈 我这个 我说 我告诉你什么都别说了啊 你们这搞艺术的呀 那她心里想的 和行动上做的 都不一样 我明白 我我我送了 我送了 没事 我送了 你刚回来 你刚回来这 平冷 没事没事 我送了 我来我来我来 你带着 好好休息啊 有什么好吃 想想吃好吃的 跟妈说啊 说 说 说 大叔给你送啊 我走 我来 我去 我去 你带着 你带着 我去 回去吧 不用送了 送你两个 你看 没事 没事 走走 别送了 要不然正是你签认我 不不不 行了行了行了 小聪啊 你这已经结婚的人了 以后说话要温柔一点 我还不够温柔啊 那我不够温柔 也是你小时候没教我 你鸡毛胆子天天打我 我怎么温柔啊 妈以前不是没文化吗 你现在是嫁了一个有文化的人 你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好明天开始我就报一个业大 你人家说着说着就没正形了 我不是认真的 我跟你说啊 你还得学着做饭 你看那小吴瘦成那样 你多做点好吃的 把他养得胖胖的 妈 你不知道他比我能吃多了 我告诉你让你学做饭 真的不用 我们小区有好几家炉煮 我还来不及吃呢 什么炉煮啊 你脑子还酱油汤的 别老说孩子了 我说的你记住没有啊 记住了 什么 你脑子酱油汤啊 你这 温柔 温柔 我知道了 他回事了 好好地啊 你教授扶着我妈 好 好好地 别老说孩子 大人 你说我干嘛 你说我这说他几句 你这鸡一嘴压一嘴的 你真是 你这新婚夫妻恩爱恩爱 不过来了 求你这话 快 快 快 take me 咱们 爸 不对 不吃你赶紧在上面 你什么柔滑的 你什么藏着 你是不是第一次 你是不是第一次见到 我就喜欢我 你傻呀 你喜欢我你跟我讲 你不跟我讲我怎么知道 对对对对 是我不好 我那个时候不在状态 你要原谅我 我知道你喜欢我长头的样子 你喜欢我 我从今天开始 我就跟你表长头 表很长很长 没必要吧 等什么呢 什么 你今天表演不好 完全不在状态 我们把那幅画拿走呗 为什么 过去画的不好 如此 如何 我喜欢 我只给你画一幅 我有 没有 我的叫就是 好 哇~~ 你還有存在 我下去就坐了 一天二天三天 各位乘客 有尊老暗用 是出发铁肤的传统员 人多你要去讲解 请把各位让给需要帮助的乘客 请细训合作 Welcome to Subway Life Church Next edition of Tian Ma Chau You can get ready for more Tian Ma Ch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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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了 早晚来了 早晚来了 小吴 那你祝贺啊 祝贺 但是 糖发完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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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着 找我有事啊 事 那走吧 走吧 走 走 什么事啊 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 跟你信息相关 跟我 是吗 对 但是我把你忘了 我给公司的 这是 我的书卖上去了 书卖上去了 而且一本都不是 意料之中啊 意料之中 公司毕竟为了那本书 花了那么多宣传费嘛 当然 也算你有才 有才 不错 好啊 那 那我应该拿的板税呢 板税 小吴啊 现在行业那么不景气 当初公司啊 出这本书也是花了大钱的 咱们不算这个宣传费啊 什么什么人员开支办公费什么的 公司现在赔着钱呢 没所谓 龚总 我们来谈谈加印吧 加印 咱 咱们刚刚刚说好的就是 如果这本书全都卖光的话 我们就加印 那个时候是说好的百分之六的板税 没所谓了 但是我现在想加印之后 莫英昂提高两个板税 百分之八 所以说要不要我们现在就把合同签掉 我问你啊 你的书上当当销售派好吗 你的书有书店追着家伙吗 你有粉丝来信吗 你还是有记者追着你采访 不是 是公司的销售不利啊 销售不给利 是你书不好 销售那次也没用 我就习惯了 咱们一下子就把书卖了呢 你什么意思啊 我没什么意思 不 难不成你 你还会觉得 是 是我自己往外掏钱把书买回来的 这个不好说 自欺欺的人的事啊 咱可千万别干 我的书是卖出去的 你怎么不信我呢 我信你 你一样是信你自己 何必在我这儿窝着呢 不 早就不想在你这儿过去了 好吗 那你随时可以走啊 如果没有我姐的话 我早就走了 是啊 如果没有你姐的话 你早应该走 我走了你不要后悔 我绝不后悔 你太容易后悔了 我太不会后悔了 我知道你这种人 你就是看着钱 我走了你就没有钱 你别走啊 现在走 你浪费了最后的钱 你马上走 你可以马上走了 你真马上走 我马上走 没什么了不起 我马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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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反正 今天董事会的议程很重要 你必须参加 我去了也是摆设而已 你不拿自己当摆设 别人就不会拿你当摆设 那你就跟他们说 我的意见跟你一致 拜拜 找掉的东西 这结婚和不结婚 就是不一样 这个也能看出来 那哪儿不一样 哪儿哪儿都不一样 那我什么时候才能结婚呢 像我这没房没车没长相的 哪有女孩愿意跟我呀 睦睦 你别着急 这个人各有命 所以我的命 掌握在你的手里呢 我 我已经结婚了 而且我是你师父 我们年龄差那么多 你 大哥 你也不是我的菜 我是说像你身边有没有那样合适的 给我划了不得呀 我身边 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 善良 孝顺 开朗 活泼 不败金 我觉得这样的女孩就挺好 你还说我不是你的菜 你过来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 这 这 这事咱以后不讨论了 我是一直拿你当兄弟的 那个真是拿你当弟弟 再说这 这 这 这不是你别闹了 我是说像许杰那样的 或者像她之类的都行 许杰呢 许杰有难过啊 咱不也没结婚吗 是不是 喂 我这 我等会儿 我出来跟你说 你赶快 赶快吃了 我严肃的 你想着点 你说吧 草 有一个坏消息 你一定要挺住 有什么事 我照着你 天塌下来我照着你 你 你 你不问问是什么消息吗 我妈说了 除生死无大事 说吧 我自由了 什么自由啊 我再也不用去上班了 从明天开始 我再也不用八点半准时打卡了 再也不用看到空的脸色了 我再也不用跟那些没理想没追求 整天混日子的同事们天天上班了 我想糟食就糟食 想玩弃就玩弃 操 你老公 辞职了 太好了 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坏消息啊 我觉得你早就 应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叔叔 你放心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 我一定支持你 而且是无条件的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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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一会儿我早点下班 然后 我们向上陈昂 许杰 一起庆祝一下 我的GT2改装空间那么大 你为什么不帮我找 我需要一个理由 你聋了 你说我需要一个理由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改装的地方这么多 干吗非跟我较劲啊 这跟你没关系 我就需要你帮我改 听明白了吗 又聋了 我问你听明白了没有 畅哥 你是要改装车呢 还是要泡你用啊 胖也是泡你的手艺 你想多了吧 对不起 姐的手艺 未成年 摸我们收车 我给你做的 点什么 点小葱拌豆腐 点肉专豆腐 然后小一个 点一个金酱肉丝 金酱肉丝 点一个豆浆 豆浆 这个 许杰 来 走 走 出来了 他愿意跟我做 我们去去 走走走 谢谢啊 大画家呀 话怎么来了 马上要火来 我告诉你 一核画好几百万 厉害呀 你到时候别一流毒吞了 我们家如同以后交友得慎重了 我听到时候那话是朋友说的话吗 聪哥 说实话 我应该早来了 咱们家出事了 怎么了 就那个那个 水管又漏了 又漏了 老滴水 完了我又换一大螺丝新买了一个 十一块五毛二 谢谢啊 没事 没事 干嘛 干嘛 不是 给你们打 记着 记着 这也是 好意思说 那个切入正题啊 今天我来呢 是代表我们俩 像你们俩 因为上回那个火锅店那事 表示道歉 什么人物关系啊 许杰 你们现在 我跟你很熟吗 你为什么代表我吗 你是你 我是我 不是 她那个 她的意思就是说 她 允许你表示一下感情 我允许了吗 允许了 不是 她 惦记她那貂皮大衣呢 我给道歉 到一线就完了 就是那貂皮大衣的事 我真是服了你了 我那件貂皮大衣上万 你知道吗 因为你 全给毁了 今天要不是看着梧桐请客 看着这两口子面子 我非让你赔偿我 你 你 你怎么还好意思让我赔偿 你那是报应 你说什么 哎呀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 那呀 是这样的 你哪个月吃饭咱们在这吃 要是想要开战 咱们换一个地方 我本来是来吃饭的 现在呢 看她表现吧 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 来 那个什么上酒的 我一定好好表现的 那咱吃饭好了 咱不吵 不吵 不吵 真的啊 咱不吵 好包子 吃个饭 我就免购吧 那那个你给许杰打个口 好 好